希望我們不要罵 我們來先就事論事 我看旅館業啊 目前可以說是新興向榮 很多新的旅館 整個這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 在現在整個的勞動人口 服務業人口製造業人口 現在比例是怎麼樣 外面增加的狀況 有沒有因為服務業的 這個新興向榮而服務的人口增加 我是不是請我們統計處處長 要報告 人口大概大概六成多 抓到我 有增加嗎 最近沒有什麼 沒有增加 沒有什麼增加 因為失業率還是維持在那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顯然就是在兩邊 那個製造業人口呢 製造業人口有增加還是減少還是怎麼樣 目前這兩個人口 目前人口是在增加 我們台灣是很奇怪 應該是服務業一直增加 但是我們達到一個水準以後呢 製造業有時候會增加也會減少 就變成盪在那裡 並沒有說很明顯 所以 服務業也沒有增加 製造業上上下下 對 目前製造業是在增加 最近 是去年開始還是怎麼樣 那工業區聽說有在一些廠商在問土地 感覺上有這工業區的土地 有在開始在 在 在怎麼樣 在探尋的比較多 那理論上應該要製造業也要同時增加 對 是不是 那我好謝謝你 好 所以主委我這意思就是說 一個如果是這樣是喜事嘛 那工兩方面的人 但服務業如果說能夠繼續再加強它的品質 是 我們在整個讓這個目前發展中的觀光產業 能夠增加的增加它的吸引力 是一個好事情 是 但是這個同時呢 這邊有幾個數字 我們按照我們這邊相關的單位的統計 老保的職災每百萬人 這個98年是 98年是 98年是 百萬人的死亡率 是29.99 99年是30.61 100年是32.92 是 如果製造業才開始在增加了 是 我們就大量 所以這樣 因為服務業發生死亡的概率 比較 相對沒有那麼大 相對啦 所以這個部分 再加上這個 昨天吧 昨天的台電 在民雄這個發生了一個 這個公安意外嘛 我想我們這邊應該都馬上有接到報告 是 六個工人 遭受這個高壓電的這個串燒啊 這 只看到新聞 就整個心 跟整個球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 我們有沒有說哪些 呃 加強哪些措施來 呃 來降低這個職災的這個部分 還是說繼續來防範這個部分 是 跟我們報告 其實我們對於職災案件的發生非常的重視 每一個職災的死亡個案 我都要求我們同仁都會簽一個專案的公文啊上來 然後去瞭解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原因 然後將來如何去預防 不要再發生同樣類似的事件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機制在做處理 那整個減災的方案啊 我們有 你的一個最新的一個四年的一個一個計畫 我是不是請我們處長跟您報告 欸 處長 近年你們都拚成這樣 對啊 還沒了 久以前差不多這幾個月來 也是掉入那個什麼 什麼草的 化學草的這種中毒 這些都是經常我們可以預防的 像那個明雄 那個台電 他就是說另外一個系統要接上去 他在接的時候那個線去掉下去 不是 那另外那個伸張的那個我們 我們每年有定勞動檢查環針 然後各地方指管機關 有定那個就是說 勞動監督檢查計畫 那另外我們勞委會就說我們過去在定 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方案到一百年結束 我們現在有一個呢 修了勞動檢查執行方案 對於就是過去重大職災 還有高危險的 我們都有定定檢查環針檢查 目標還有執行狀態檢查 教律共了齁 職災應該是我們那時候曾經用 希望用英國做目標嘛 算是相當低的齁 但是最近在三年有這個狀況 我想是值得主委參考 再看看說檢查一下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哪一個部分齁 是不是在檢查看看 這個就是 這個互相勉勵了齁 另外當然就是這個 因為和這個相關就是 聽說早上已經吵了一個上午 就是剛剛徐委員 也在請教的這個 有關這個和直轄市之間的勞動檢查 把全力的分配 尤其當然有的城市 高雄是比較特殊 因為前後兩任主委 對這個都很內行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高雄市和高雄縣 一國兩制 這聽起來都是怪怪 因為早上我本來想要過來 差不多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高雄 尤其新北這個都是新的狀況 台北新的狀況 高雄這個是又是特殊一個狀況 這幾個狀況怎麼樣可以盡快的 因為每 跨黨派的地方的首長 對這個有意見 所以應該是中央怎麼樣來 來安排妥當 是不是 主委您再兩分鐘講一下 是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現在目前都積極 在跟地方政府協調當中 那委員您也當過主委 您非常清楚知道說 其實勞委會我們從民國八十幾年開始 對於檢察權全部應該要收歸 中央這件事情 其實政策上面其實是有定調的 政策上面是有定調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因為 基本上台灣其實真的不大 那五都全部都分散出去的時候 那其實人員其實某種程度 尤其是安全衛生士官勞工的生命安全 我們就希望他能夠集中 集中人員不管是培訓也好 或者政策的一致性也好 其實可以發揮比較大的效果 更不用談說現在社會 隨便一個工程都是跨現實的 一條高速攻略跨現實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台北市這個部分可以 也收回來嗎 我們也希望如此 我們希望五都一次 我認為事情都是這樣 是你說第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制度安排 可以讓效果產生 是 就是說如果我們中央 讓今天的磁篩 比例越來越小 這個績效拿出來 我這個就是要挑戰 我們自己本身 是 就如果你今天的技巧是越來越好 你像地方的諸侯說 是 我就是這樣做 這些政策 能夠保障全國勞工的生命安全 是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做 而且是全國一體適用 是 我相信你就很好做 是 我想這一點我們就不用再變了 是 我是不是以說過去曾經怎麼樣 這當然是一個參考 但重點是什麼樣的一個制度安排 能夠讓勞工的生命安全 最後得到保障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我相信我們也不是為了要爭權 中央也不是說為了要爭權 然後例如 錢和錢和責任的義務 是要配合 是以最後產生技巧 我們每個人的法令規章 訓練如果要求的徹底 要求地方都全力配合 能夠減少殖災 那麼我們也是樂見的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可以同意嗎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沒有往這個方向再努力 好謝謝 我指定你就先說 那再來就是這個 護理 最近這個血汗工廠這件事情 血汗醫院 本來只是工廠 現在已經來到醫院 醫院這個三次我們也討教過 互相討論過 這個本來是 還是護士 現在連醫師都 住院醫師都在 都在發出這樣的一個痛苦的 接近哀嚎了 過勞死 過勞死 所以我們先處理護士的部分 護士部分目前和衛生署之間 就協助護士部分 我們老委會採取的措施到什麼程度 是跟我們報告 因為護理人員部分 本來就有勞基法的適用 那我們在今年的1月1號 已經把大部分的護士 都排除掉84條之一的適用 回歸正常的公式 那其他那個開刀房 急診室的這一些 比較有關病人生命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們到103年的1月1號 也全部排除 這是排除條款 排除那個84條之一的責任制的適用 所以護士的部分到103年1月1號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徹底解決 所以到時候的勞動檢查 你覺得對於自己貫徹這樣的一個政策 但是同時又不夠病 又不夠護士 結果衛生署說 如果這樣我變成就關起來 雲醫縣的台大醫院分院 就一整層這個病房關起來 本來是在不夠醫療設施 所以去去病院 醫療設施去掉 現在護士不夠所以變成關起來 我想這個 所以相關的其他的配套措施 包括三次我們在講護理卓理員 怎麼樣來協助 養成這些減少政治護士的負擔 讓他的勞動條件改善 不要過勞 創造這個有效的吸引護士留任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環境條件 這個部分是不是和衛生室之間 大家有在跨部位的協調 是跟我們報告 您就點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在決定說 護理人員要不要測掉84條之一 然後醫師要不要適用勞基法等等 相關規定的時候 如果完全百分百 不去管周遭的問題的話 那當然都要適用勞基法 那當然都只能上班八小時 可是的確有另外一方的病人的 權益的照顧的部分 會產生很大的一個社會的安全問題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地方 會有一些 某種程度的一些折衝 或者某種程度的一些 有一些過度時期的安排的 這樣的一種處理方式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都有積極在 跟衛生署在溝通當中 所以包括我就說 如果像上一次講 就業安定基金 來協助護理卓理員的 這樣的一個培訓 這個部分怎麼樣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職業訓練的部分 我們比較focus在 民間比較不願意辦的 比較基層的那個培訓的部分 但是你說那個包括專業人員 你譬如說像醫生的培訓 律師的培訓 不不不不 護士不用我們操心的 不是護士 不是護士 就是護士的護理護佐 他不用打針施藥的 就是說因為護士的是 一個人過過的變成 過的已經不應該這樣 這個部分就是一般的 婦女的就業 其實婦女比較有 這個部分讓 第一個是增加就業機會 第二個是減輕政治護士的負擔 就是護理佐的一個栽培訓練 衛生署有這個計畫 那衛生署 經常在說不夠這個經費 這個部分我們就業安定基金所可以協助 不是專業護士 專業護士 剛剛教育部培養的一萬四千個 多的 多的很 多的很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能夠也注意一下 我們再來跟衛生署溝通一下好不好 另外就是外老的這個 現在八十歲以上的開放 目前政策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 某種程度 是也考慮到說 的確有一些 老人家 然後身體有一些狀況 但是還不符合 巴斯量表 35分以下的這樣一個標準 是某種程度做一些放寬 但是不管怎麼放寬 都不可能放寬到 所有八十歲以上的人 都可以聘請外勞 因為台灣有八十歲以上的 老人家的家庭 有五十幾萬戶 那我們現在目前四十二萬的外勞 大家都已經覺得非常多了 如果再加上五十幾萬 就要破百了嘛 就要破百了 所以不可能說八十歲以上的 我們全部都開放 都可以全部 這個部分之前媒體 沸沸揚揚 你們曾經 類似基本公司脫鉤這樣 非常明確的表達態度 總量的外勞的總量 是需要做適度的管控 對於台灣整個社會的 不只是照顧人力的問題而已 還產生很多的 包括我們外勞開放到十二年 也不讓人家居留 也不讓人家娶婆生小孩 這個人道的問題 應該都要一遍考量 是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目前的政策是這樣的 並不會說全部都開放 但是在適度的放寬 是願意考量的 對因為我們在產業外勞 跟社福外勞 我的確是有不同的態度 我覺得產業外勞 為了壓低 它的成本 這件事情是不可被接受的 但是在社福外勞 的確是有一些很弱勢的家庭 他真的是 家裡有一個人生病 就拖垮了 所以目前 除了巴士亮表 這個大家認為太嚴格 之外 現在希望在哪些方面條件開放 你們講一兩個條件 還是 沒有跟委包 我們現在目前有兩個思考方向 一個部分是 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那也許再加上一些條件 譬如說他有什麼樣的重大疾病 但是還不符合的情況之下可以開放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 是我們直接就巴士亮表本身 結果他太過嚴苛 三十五分以下太過嚴苛的話 那在分數的部分 我們是做一些調整 這個部分什麼時候可以檢討完畢 我們在四月的時候 五月 五月的時候會召開一個外勞政策諮詢 小組的一個會議 五月六號 禮拜二 五月二號禮拜 五月二號禮拜三 我們有個外勞政策諮詢小組 我想這個需要儘快明確 就是說 寶貝說 家裡就像一個人 好看那個人要上班 舉例啦 除了身體條件之外 好 謝謝 好